徐先生的孩子在上高二 5月份他和杭州萧山一家叫维尔优的机构签订了辅导协议 孩子在这里学习英语物理和数学 总共费用交了4万多块钱 然后补上门英语数学还有一个物理 然后呢在这里补课呢本来想成绩提高 结果呢越补越差越来越少 此前徐先生反映他对物理和英语的成绩不满意 要求退款 当时双方没有协商一致 补了之后他们他说这个成绩没有提高 补课效果达不到想要退费 然后他说你们这边周末有在这个 给学生补这个文化课的情况 我们的学习方式呢是通过这个学习系统 给他针对行为让他自学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说如果他后面不学的费用 我们是全退的 之前的采访过程中机构负责人 对辅导模式和退费方式进行了说明 最近这位傅先生又联系了我们 希望对徐先生孩子的成绩变化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对于成绩的这个看法 现在高中存在一是卷面分 二是负分 三呢我们还要看这个孩子的排名 那么我们来看他的成绩 物理期末的时候是66分 班级排名是23名 年级的总排名是412名 那么他这一次考试 高二了实行的是负分值 所以他的负分是76分 他的班级排名是14名 那么年级排名是182名 也就是说他暑假开始学习之后 那么期末到这次月考 总排名是从412进步到了182 卷面分我这里没有显示 因为学校里面他公布 直接就只公布76分的这个负分 徐先生表示 目前他只对孩子的英语成绩不满意 要求机构退还英语的所有学习费用 英语他刚刚来的时候 他是93分 班级排名43 年级排名是803 那么学到上个学期期末之后 他的排名分数是92.5 差不多 排名班级是32 然后年级排名是635 那么这样他是进步了100多位 那么这一次英语确实难度比较大 他的考试成绩是61分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班级排名是26 也就是他在班里面的排名还上升了 然后年级排名是725 跟期末的那一次比有下滑 但是跟他刚刚开始来的时候 是有上升 那么这个上升确实幅度 我们说不能算特别大 英语语文等学科 它是需要一个积累 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我们认为他这是一个稳中向好 我不能按4月份的成绩来算 我是补课几页分来 就按几页分开始算 5月份开始来补课的 机构负责人认为 孩子的10月月考英语成绩 和上学期期末成绩相比 虽然分数和排名均有下降 但与孩子来补课之前相比 年级排名是有所提升的 对此徐先生并不认可 他认为应该按照 暑假补课前后的成绩进行对比 最后机构负责人 还对数学成绩进行了说明 那么他这一门课就从 全年级的674提升到了105 这次采访前徐先生通过教育主管部门 对机构的办学许可问题进行了确认 小山区教育局的答复是 该公司未在我局取得办学许可 对此机构负责人没有否认 那么2018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注册了两个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2021年的时候 我们在政策的允许下 我们变更成为了 专门做高中学科培训的 这样一个知识的学校 到了去年的暑假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业务 在教育局给我们收回证之前 我们就已经停掉了 我们目前的这个经营主体 并没有去取得培训的证 因为我们定义自己不再做培训 如果是你要给我们 重申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们是接受的 因为本身不管你给不给我强调 这个文件我都看过 我都知道 并且我们都认可 针对学生在机构的具体学习情况 徐先生提供了一段视频 说是之前 他突然造访机构时拍摄的 我们打开门 他们老师跟学生站在一起 一对一用事件讲解 手上拿到红饼单 我觉得能代表他这补课 我们有两套系统 其中的一套系统 它是学习机 学生做了题之后 他直接可以点击 把答案输入进去 我们的另外一套系统 是针对孩子不能来到 我们这个场所 进行高频学习的情况 采取的模式是 把紙面的 针对他学习的材料印出来 那么系统为了后续 再进一步给他 生成针对性的资料呢 就需要把他做的这个结果 输入到电脑里面去 老师做的是 把这个系统里面的答案 和他做的答案进行比对 然后标记完之后 把他的这个东西 一点点输入进去 记者通过 萧山区教育局了解到 徐先生之前 投诉机构开展培训后 当地街道执法人员 上门查看了情况 现场未发现培训情况 徐先生接下来准备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退费问题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1818黄金也记住下来准备通过法律途径